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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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这个小朋友读私家幼稚园 太太做了好几年家庭主婦 再加一个工人姐姐 她月薪扣除NPF之后65k 公司BONUS最近三年每年都有30万出给她 每个月总支出85k 另外她有个P-Lone月供8400要还到今年10月 即是还有7期共59k左右 另外可动用cash20万 她在新界有自住三房物业2013年扣入 现在银行股价8m以上 月供21k还欠银行440万 2013年转按过一次 即是她按过一次钱出来 但cash只剩下20万 另外她有小股票投资 即是10万 另外她有份人寿 什么储蓄保那些不说 从以上的资料 林sir都应该看得出她的苦放 她月入完全覆不到她庞大的家庭支出 她现在都是吃老本 和靠公司每年的Bonus帮补 她现在都不想得太长远 只是想尽快可以产生被动收入 令到每月收支平衡 以及如何可以存钱为将来打算 她看了我的文章之后 认为用买债机和保险散生被动收入 但深知自己弱点是小cash 如果住英文银行交易 最多都是按多40万 她相信要再想办法 存购共100万做债机 才可以达成增加20万以上的被动收入 令自己解脱困境 希望在上收市101行之前 这个学生能够 让我想上去指点一下她的投资方向 而且她说她还有一个请求 尤其PS了我们 就是说她小朋友 幼稚园位于何文田 姐姐今年9月升小一 就计划搬出九龙学校附近 其实深知区内屋苑要一千万楼上 即是想过去买一间楼 但没有一千万都不用想何文田 所以没有想着换楼 但现在已经积极想看有没有租盘 她相信搬出九龙每个月租屋 但乘搭小校车 但要倒贴几千 令每月支出更加负担 她说她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 自己看香港第一个人 撑起成猴家养三个人很辛苦 不知道林sir对她这个计划 还有什么意见 先说 其实我回应她 就是想说 我对她的苦方也有关切之感 但问题是 这个人其实弄得这么辛苦 就是拿来的 因为她说她香港第一个人 撑起成猴家养三个人很辛苦 其实香港很多人养 小朋友多人三个人少些 但也不像她那样辛苦 因为人家 就不会支出是大于自己的月入 很多人 就真的用自己的人工 去衡量自己的支出 其实这些是错的 应该用自己 每个月Idle 剩下的 cash 剩下 去衡量自己的支出 如果你有些一千几百万 cash 即不是说只有几百万 是过一千万 123万或楼上港元 确实你过松动小的生活 是没有问题 但只有几百万 但香港人来说 根本就 我就当你说駕车加养两个小朋友 再读名校 其实都很敏 其实香港人很多问题 就是在于 好像这个读者 叫六至七万人工 她认为她个人在香港来说 都挺吃得开 就打算做些吃得开的消费 即是三个小朋友读私校 老婆又不工作 但问题是 一个六至七万人工的人 其实只等于 两个三万多人工的人 两夫妻工作 其实这也是在香港 很典型 叫做初阶中产的生活 所以她这样搞 我见我这个post 其实在Facebook出过 也有些读者留言 其实都留了十多二十个留言 有些人直接跟她说 没那么大头 不要戴上帽子 这一点有点难听 但很多时候 真是忠言逆耳 我自己觉得 读者要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你说 要跟她搞些被动收入 我们可以 但其实最基本的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解决自己的心态 就是 就当帮她过渡这一关 说什么 跟她搞定 那些钱 可以搬到去九龙住 其实都看得出 这个读者 她想供自己子女 去读好一点的书 即所谓好一点 因为读私下不一定好 还有很多欲望是无穷 但她人工的加幅有限 加上她这类情况 不排除 在香港很多是老板级的才会这样做 虽然老板可能 有人开车送子女上学 就不会叫校车 不过可能她真的有点态 看得起自己 不过先说得很多 很感谢她养成三个小朋友 也很帮到香港帝市 其实这个爸爸是很进责的 但问题是她的想法 差了一线 就是她应该退下来 让自己的心态要好一点 扶回正 第二点是说产出被动收入 其实她只剩20万费 就没什么怎么办 当然你20万费 都可以骂债机 但就当给你收到20厘好美 其实每个月都是3千多 对她来说都不够 给一次校车钱 她而做的 其实是输缩她 如何去找到钱呢 她便可以搬去一些大两房 因为她的三房值八百多万 其实在沙田韦华 荃湾历城 或者屯门大兴 都有些两房实用到500宗尺 厅都很健康 韦华的楼嶺更高 不过不鼓励你搭个角楼来用 很危险 做得不好 但正因为那些 旧式的屋院的两房实用 可以在厅多开房 不如这样吧 五百多六百万买房 即是换房 然后换房是两房 不过大 然后用木格改变 或者小朋友更小 两房变三房 在这样的程序 变八百变六百万楼 勾回百多二百万出来 然后自己 又说不定住的地方 再旺些 因为她说在新界区三房 可能说不定 被她搬出荃湾 虽然荃湾也叫做新界 或者搬到沙田 比她现在的地位好些 方便些 换回些钱 然后再收回些息 加上老婆如果没有工作 又有些方向感 不如真的开车 送一下子女上班 对不起 如果你买一辆马力小一点 其实养车在香港 都一万元不用 如果你住的地段 不是太珍贵 三个小朋友 校车钱都万多元 现在老婆开车 省了很多 这样令到自己 我们套回百多万出来 因为大屋换小屋 那里百多二百万 可以铲出一个月 要么 当用债机衣餐收12厘 要么一个月 其实可以有16000至18000元 加上校车钱那里省了 但可能租车场要三四千 另外一辆不太贵的车 可能原本由万多元 输到5000元 那里又省了七百千 其实两件事加上 都可以帮他省到两万多元 那便相令到他又 日不夫之变到收支平衡 还可能有几千元粗 另外如果他选屋苑 好像沙田韦华的管理费 那么便宜 不排除他原本的屋苑 加了三千元管理费 而未来交八个税 又省到二千多 那其实钱真的省回来 对打工仔来说 如果想浩就去做老板 但他能打工 便应该收入一点点 当然有些工都 好像霍建宁 都几千万年生一年 这些便例外 不过这个节目 霍先生便不会看 对吧 这集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准备 我来看看 你 我来看看 你 我来看看 你 我来看看